喂 客氣來了 甲娃娃機店內人潮爆滿 機得水洩不通 充滿客人夾到商品和歡呼的聲音 不過這間甲娃娃機店 最近遭到附近居民屢次投訴 有民眾投訴 這間甲娃娃機店 只要一到下班時間 不但店裡鬧轟轟 店外汽機車微停 情況非常嚴重 甚至造成交通打劫 衝刺喇叭聲 朝著附近居民不堪其擾 陶淵這間佔地一百多瓶的甲娃娃機店 二月開幕後 因為機台多 商品大多都是吃的 很多民眾很感興趣 才會造成亂象 店家表示會盡量改善聲量問題 會以廣播的方式跟他們說 請他們聲音稍微小一點 因為畢竟晚上 客人是最多的時候 至於交通堵塞問題 警方也出面管理 目前已與該店家前條約制 並請業者在店外改放 紅龍聲音擋骨客進出車流 警方在上下班時段 加強取締微停的車輛 判錢來消費的客人 也能發揮公德心 還給附近居民安寧的環境 記者劉志展李宗澤桃源採訪報導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或是上快年購網站訂購